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那我是主持人秀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 真话的大冰块 今儿就是这台长安CS75plus的试驾环境 当然一开始先跟大家去说说原地转向这样事 因为这东西跟试驾还是比较息息相关的 那也是我们的拉力的测试仪 也是老规矜精灵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normal的形式 当然我们折迁的时候跟大家去聊 它的确会根据不停的模式去改变原地的力矩 现在的normal模式 然后老规矩 清零清零 轻轻的原地90度 1.195公斤就是一个normal的模式 现在把它切换到轻的模式 清零清零 然后来看一下 可以轻轻的勾住 原地90度 0.876公斤 就是一个轻的模式 我们现在切换到重的模式来试一下 还是老规矜精灵 然后继续 好 1.305公斤 就是这三个模式相应不同的原地的力矩 行 这就是原地力矩这样的事 我现在就把这辆车开起来看看这辆车 在日常驾驶的这种环境里面 它给大冰块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就把CS75 Plus开起来 跟大家去聊一聊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之前老规矩 先跟大家去念一下指编数据 这个车现在是有两个发动机的排量 然后有三种变速箱 其中是有1.5T和2.0T 其中1.5T是6速的手动和6AT的变速箱 其中2.0T是8AT的变速箱 所以说我们这次特地的买了一个 1.5T 6AT的车型 跟小伙伴去分享 从一个价格来看 这个车相对而言性价比较高 很多小伙伴说 说这个1.5T够用吗 6AT行不行 就是接下来想跟小伙伴说的话题 1.5T的发动机 它最大的功率是131千瓦 最大的扭矩是265牛米 其中2.0T的车型 最大功率是171千 最大扭矩是360牛米 今天还是从开的角度上跟大家去分享 好 那就是1.5T 6AT 我们出发 才油门而走 对于6AT这个车 就是我一看 就是放心 AT变速箱的车 不会有起步像双离合那种 糟糕的感觉是没有的 就是冲这一点 比绝大部分几乎是所有的自主品牌的双离合变速器都要甩几条街 这还不得不承认 是因为AT变速箱它本身就有它天生的优势 就是它的传动的这一块会更柔和一些 当然了 那并不是说没有劣势 AT变速箱的劣势呢 业力去传动是有一定的损耗的 你要说我就是想榨取那多5%的效率 我宁愿牺牲这个起步的平顺度 那你有双离合没毛病 当然大众的双离合 奥迪的双离合 那些有技术能力的双离合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自主品牌而言 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技术的能力啊 就是用一台像这个啊 爱信6AT 真的没毛病 之前跟小伙伴去收购8AT 等等这些东西 小伙伴啊 就是大名外一直在说 对于一款主要对应家用车的车型来说 就性价比是不是 自个家用不就图个便宜吗 图个平顺吗 什么的 真的6AT真的挺好 用了这么多年了 可高兴也通过时间的证明了 对不对 成本呢也没那么高 你说就是这辆车啊 12万对吧 1.5T加6AT 从这个项目来说呢 6AT真的挺好的 再起个步啊 没一点毛病 这车吧 一上手 日本车的底子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呢 我们还是说 不要先把思绪啊 往日本车那块放 首先说一下 底盘的震动这一块吧 底盘的滤波能力还是可以的 我会认为是一个中档的水平吧 的确啊 比不了豪华车那种 韧韧的感觉在里面 包括说像之前跟大家聊雪铁龙那种 像QQ糖那东西啊 这个是没有 但是它绝对不嘈杂 正常路面开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条路啊 尤其是前面那块 这个路面啊是有点卡那样的 你能听见声音 但是震动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车呢 如果说你比较快速的去过那些比较高的减速带 或者是坑的那种东西啊 大的高能量的冲击的话 避震桶 它的吸能能力是差强人意的 比如说哎 像刚才我是一个60公里的时速 路面呢 有一个不太大的小坑 这个时候过感觉啊 没问题 正常车的水平是OK的 但是稍微的速度再快一点的话呢 比如说我在又在转向的时候 路面不平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悬挂的吸收 拨动能力的这种就会体现出来 就不是那么好 就会觉得底盘发的悬挂是比较跳的 大的波动 这个车是承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说正常的带步路面 还不错的情况下 我会认为是没有问题啊 带步妥妥的绰绰有余 运动这块啊 虽然说它有一个S标啊什么的 但是我真不想把这车放运动这块推的太多 就是正常带步挺好的 好 现在呢也是啊 一个比较正常的路面啊 先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 这个半途加速跟大家去聊聊 这个1.5T发动机 这种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现在呢是60公里的时速 然后它的转速呢是1400转左右啊 好 一二三猜 正常表现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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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100了 速度还是可以的 1.5T小伙伴们可能会说 1.5T这个机器 当时我们看到数据啊 260多米公米 其实数据还是OK的 说推这么一个车够不够 还是这句话 正常带步 绰绰有余 1.5T是够用的 在我印象中 说实话 长安的之前那台2.0T机器啊 它也不是特别猛 我不否认也许是变速箱的问题 它的变速箱调的是比较轴合的 它不会说是像那种偏运动系的变速箱 它的锁止速度是很快的 它这变速箱 缩止速度没有那么的快 我个人感觉它是为了更多的平顺性和舒适性 这一块吧 我这样连开呢 也是啊 无论是转向也好 还是它的回正力也好呢 我会认为也是一个正常表现啊 OK好 看看没事啊 左边转 OK好 回正啊 它的电动助力回正的力量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我转到的一个我的相应的路面之后呢 刚才稍微的送面二手还是能够比较正的去在路面上比直的去开 不会说让我有额外的力量去修正这个方向盘的转向 这块是没有的 我会认为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车 这点是无需置疑的 不要再加太多的属性了 运动 叉叉滴滴 没有 舒适 打一个对勾点吧 是那么点意思吧 当时呢 1.5T的发动机够用是够用的 包括说你起步 你想说有一点点的快的感觉也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车呢我这两天开的总体的感觉就是底盘这块问题不大 虽然说吸收不了太多的颠簸的能量 但是呢我们说普通的道路驾驶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我会觉得唯一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 就是它发动机的噪音和震动是有一点点偏大的 尤其是噪音这个部分 底盘的噪音是不太明显的 反而它发动机的噪音是比较清晰一点 尤其是你速度不太快的时候 比如说你刚起步的时候 二档三档了这个时候 稍微踩点 也就是说2000转多一点之后 发动机噪音会特别明显 当时呢我转速踩上去以后的声音 伴随着更高频一些的震动和发动机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 套码感觉怎么样 这个车拿现在来比的话呢 底盘这一块是比现在的韩国车 我会认为是要有一定优势的 但是它的发动机噪音这块是现在这辆车在动态范围内 当做一个正常代步车 它最需要去注意或者是控制的东西 我觉得剩下的其他的真的挺好的 不要过分要求太多 但是正常代步绰绰有余 自主品牌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 开了这几天 现在突然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说自主品牌要是头十年能够拿出这种水平了 真的 以前的那种日系车真的就没什么系了 之后的拆车会看到这个车的底盘等等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网上流传的 用的是日本车的底盘等等 我们还是吧耳朵没去眼见没去 但是我会说跟这种车整机的表现 跟比如说五年前丰田 但没有换TNGA平台之间表现是有些像的 所以说个人而言 我对于这个车而言 我是比较愿意去拿它当做一个普通代步车来开的 当然这个剩下的还是快 交班去四海店去试一下 先把说从大冰块的维度而言 除了发动机的噪音和震动和不能够承受太高频率的底盘的能量之外 从价格来看 从我的用途就是带个步上个弯下个弯而言 挺好的 还说小伙伴自己去试 油耗的1.5T的油耗 公里数不是特别的多 几百公里也是有的 换算过来 大概的加油的油耗是在8.5到9之间 现在北京车开始多了 开始有点堵了 现在尤其是五环的时候上二八点车还是挺多的 油耗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说这是一个1.5T的发动机对吧 虽然说我们从它的数据表现来看的话 是比大众的1.4T表现的数值要好的 但是开起来没有那种那种感觉 噔噔噔那种感觉 那个是没有的 还是的话变速箱是变速箱 发动机是发动机 这个东西我们也许从数据来看 它是两个东西 但是通过整体而言 它是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你发动机看得多好 你就一定会有多好的表现 这个不是定论 它一定是要放在一起 在综合情况下去开的话 才是你这个车最终的感受 否则的话要试驾体验干嘛 那您就直接看数据不就完了吗 数越高越好对不对 尤其是刚才我说的 1450转的最大扭矩的输出 我觉得也是我在开的过程中 算是一个亮点之一 是因为前段的确没有那种涡轮 有跟没有之间有太多的这种拖沓 太多的实质 但是这个车不算是太明显 整体来说还不错 这个也是啊 最近来说自主品牌会准备还OK的 因为的确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长安它还算是一个 踏大实实用AT变速箱 为数不多的厂家之一 所以说从AT变速箱这块 还有点好喊的行吧 今儿也就是试驾 现在跟大家简短的聊到这更多的小伙伴可以去赛 店去真实的体验一下啊 看看有没有大冰块的这种共鸣啊 行之后呢 就是这个车简单的一些测试 我们一会儿见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相应的一些测试了 开头跟大家说啊 说这车呢 在动态的时候 这发动机的噪音啊 和震动呢 都挺大的 那现在呢 分享啊 就是在静态的状态呢 是什么样的 好 第一项呢 还是发动机的噪音 那我们也是老规矩啊 车已经完全热了 发动机这儿啊 给摘开了 空调都关闭 20公分已经测量完毕 然后现在来看一眼 它的这个数值显示是多少 现在呢 直接跟大家去公布答 好那最后的数值呢 是72.6分贝 就是这辆车在 这个一个状态下啊 测得的数值 那现在呢 去到车内看看 车里面是什么样的 好 那现在呢 来到车内啊 跟大家去叨叨一下 那也是啊 两天转 看一下它的噪音 值到底是多少啊 噓噓噓 两天转 好 那最后呢 数值是54.3分贝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下 去测得的数值啊 行吧 这就是噪音的测试 那现在呢 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这项呢 就是发动机的震动 当然呢 这台发动机呢 是一个1.5T 涡轮增压 它横置四缸的发动机 所以说我们要纵向的去测试啊 来看一下它的读数到底是多少 好 我们来找一个发动机的高点 OK 来看一下读数 好 那最后呢 数值定格在了1.8米每秒平方 这样一个数值啊 就停下了 所以说呢 这个车在我们这个状态下 测得的数值是1.8米杠秒平方 好 现在呢 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这项测试呢 就是漆面的色差测试呢 那么依然是老办法啊 在引擎盖的中心呢 找一个基准点 然后绕车椅中呢 跟大家去公布一下相应的数值 好 我们还是来取 基准点 好 取完了以后 然后看看数值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好 那最后的四差值呢 是1.47 那最后是在后面杠皮的副驾驶那一侧呢 测得的数值 整体来说 相应的金属面呢 还可以 基本上是在0.6到0.9之间啊 行吧 这就是色差的测试 1.47 那我们去下一个测试项目看一下 好 那这一点是我们最后一项测试啊 就是灯光的测试 那么依然呢 还是相同的测试环境 当然我们这款车呢 是远近光 都是LED的 对于CSU PLUS 它的最低的两款是普通的炉素 好 直接试看一下 它的照度到底是多少 好 那最后呢 是5410LOG4 就是这辆车 在我们的环境下面 测得到最高的照度啊 那最高亮的是在这一块 这块反而没有那么亮啊 当时呢 这个也是我们所有测试呢 先跟大家去分享东西 明天呢 开始啊 就这辆车拆开后 里面是什么样 就相信很多小伙伴会比较好奇 毕竟这辆车的传言是蛮多的 它的具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是之后 打标车 想跟大家去分享东西 好 今天呢 打标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就是那个 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出打明块 当然 甚至是维修和真话打明块 那我们这辆 CSU PLUS的拆车 我们再见 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